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薛八艺 又和你们见面啦 是有的 其实我觉得男团和我曾经接触过的唱和跳 是完全不一样的 五种不一样 然后 而且我可能有受伤啊 我就会担心我自己能不能跳好这个舞台 能不能做好 所以你所顾虑和担心的事情有发生吗 其实是有的 就像我可能上台的时候 在做一些大动作的时候 它还会影响我 就会疼或者怎么样 但是 嗯 我会尽量做好了 那你自己是 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去克服 克服 其实 习惯了 已经我有六七年没有上舞台了 我觉得 就像是老天蝶落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就要珍惜它 性格 契合 其实契合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像的人 就是也特别虎的一个人 他叫张网欣 我也特别虎 他也特别虎 感觉就是虎得很契合吧 有没有具体那些小的 举例啊 一些势力的 就跟大家具体说一点 就有时候可能能说说话 就是可能会不过脑子 对 说一些 不说了 这个不说这个不说 如果节目再重来一次 你相信跟谁再合作一次呢 我决赛的时候 我的决赛舞台 是我第一次和丽陆修老师合作 然后丽老师呢 就是我为什么想和他再合作一次 因为我真的想再看一次他的唱条 其实在他在和我们合作的时候 他还是很努力的在完成自己该完成的工作的 对 最开心的舞台是二宫的时候化身孤岛的机会 其实那个舞台是我们所有队员 与队员之间还有情感传递最完整 也是最契合的一个舞台 最遗憾的 没有遗憾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从一宫走到现在 每个舞台都给了我不同的东西 都让我成长了 其实就不算遗憾 嗯 那刚刚说最开心的一个舞台 是那一 化身孤岛的精 然后那个舞台在训练 训练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训练中啊 就是天天我可能 就是相当于形体课代表 因为我大学就是形体课代表 我会习惯性的说 给你们开开肩啊 给你们开开腿啊 对 我会帮小雨啊 帮张张他们每天 可能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帮他们开肩开腿开腰 因为我们那个舞蹈 可能更加偏现代一点 可能用自己肢体和柔软度 就需求更大一点 我就会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表演 嗯 为什么呢 嗯 我觉得就是 做一行就要爱一行吧 嗯 不管我以后 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或者朝哪个方向发展 我都会尽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对 那刚刚有过 嗯 歌装剧表演嘛 那表演的话 那表演的话 是更倾向于古装剧还是相比 嗯 嗯 你们猜 你们觉得呢 古装 嗯 也许 哈哈哈哈 还卖个关子呢 嗯 那呢 就是 像最近或者是 近期会有作品上面 嗯 又是一个悬念 你们拭目以待就好了 我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 给你们见面了 放心